哇 艺人吳珊如 13日下午出席手工礼鞋品牌店开幕 身为综艺大哥大吴宗憲女儿的她 也有一颗代价的心 在店内看到做工精致的婚鞋 更是爱不释手 吳珊如还透露 日前她收到了陈妍希的喜饼 让她忍不住大聊未来自己婚礼的蓝图 前几天刚好有收到 那个妍希姐姐的喜饼 然后看她们的喜饼是台湾的品牌 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像那个像林依晨她的喜饼 是喜汉儿烘焙房做的 我也觉得还不错 如果可以在这个结婚的时候 这么重要的事情 也可以用台湾的喜饼 然后帮助到一些族群的话 我觉得那也蛮好 这是我最近唯一有想到的事情 跟父亲吴宗憲一起主持小明星大跟班后 吴珊如坦言在节目上跟爸爸的默契越来越好 街道的主持邀约也变多了 接下来她还要远赴韩国主持釜山营展 让她十分期待也很紧张 最近在节目上的变化 就是跟爸爸的主持有越来越 默契越来越好 然后现在比较容易 一边录影一边吵架 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在台面上打打闹闹的样子 其实还蛮好玩的 然后最近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是要去主持韩国的釜山营展 然后其实我蛮紧张的 因为是要讲英文跟韩文 就是一点点韩文 但主要还是用英文主持 这是我比较最近很紧张 然后有一点担心的事情这样 我们先从左边这边